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莲姐妹在视觉上去做一个参考 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开始吧 现在从耳环的部分来分享 基本上我所有日常的耳环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因为简单的耳饰呢也会更加百搭一些 现在正在戴的这一对 他们就是经常会出镜的一对 这对耳圈除了银色的 它还有另外一个金色的 因为它表面是一个光面的 所以呢再配戴起来就会显得整个人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干净 这两对呢是我在英国线下购入的 在国内的话大家搜索一下 因为他们两个算是非常常见的基本款 所以应该非常容易找到 那像这种稍稍有一点体谅感的中号的耳圈 就会有那种很酷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平常经常穿卫衣 或者是非常喜欢穿这种oversize中性风的衣服 那搭配这种耳圈就再适合不过了 因为他们真的可以把柔弱的女孩 打造成一个老娘本娘 因为我的耳朵是那种向后贴紧型的 所以非常容易有的耳饰就戴上去之后 从这个正式图看上去就没了 尤其是有一些片状的耳饰 我之前记得在网上看到过那种就特别好看的一个心形 但是它戴上去之后薄片是朝向侧面的 所以在正面只能看到它那个非常细的一个切面 我可能真的是一个比较怪的人 比较怪的人 当我戴这个耳环在照镜子的正式图上 我看不到它 我可能就会对它比较无感 第二款呢也是这种非常简单的小环 但是它是面朝前 这样的话就会在正面清清楚楚的看到它 因为这对耳饰的表面有经过处理 就已经成为一个哑光的状态 这种哑光的金色就非常适合我们暖黄皮 而且金色的配饰 无论搭配黑色还是白色的衣服 搭配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每次录视频录到一半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特别的热 热死它 第二part来给大家分享几个 我最近比较喜欢的帽子 我能说是一个特别爱帽子的人 这一点我合色的算是出镜比较高的一个 应该叫冷帽吧 因为我的脑型的问题 我总结出来一个规律 当时我戴帽子想戴的好看 就一定要把这个前面的头发稍微留一点点出来 然后边上的头发把它噎到耳朵后面去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我觉得戴这个版型的帽子 其实对风脸是特别友好的 它在太阳穴这一块是会有凸出来的一点点 所以就会显得底下这张脸也挺小巧的 然后上面呢 因为它这个帽子没有那么的软 织起来的这一块 就会给视觉上增加一些这样的长度 戴上它之后 你就会觉得人立马变得非常的好看 头发的话 因为我试着自然卷加上沙发 今天这个头发是我昨天晚上 花了两个小时用纸板加加好的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直的话 恭喜恭喜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沙发 头发特别的厚但有想戴这种冷帽 就可以把头发这样分开来两边 然后给它扎起来 或是扎成这种两个小啾啾都可以 这个橙色的相比之前的藕合色 支线的纹理会粗一些 如果说你想把它卷起来也可以自己去卷 这顶帽子呢 它的支线会比较松一点 不像这点藕合色的可以在头上卡的那么紧 虽然大家脑型都不太一样 但是喜欢戴支线帽的妹子就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这个帽子你会发现它经常往后去串 今天会教大家一个小的技巧 可以取两根这样的黑色金属夹 从这个帽子的帽颜切面这块戳进去 然后再夹住一部分头发 再往后一推 可以这样对称左右别两根 之后你就会发现帽子不会往后串了 我知道有的小伙伴非常非常喜欢穿深色的衣服 但如果你想给整体的着妆上面有一些提亮 添加一些个人的特色 个人的属性 就可以尝试在配饰上去选择一些比较亮的这种单品去搭配 接下来呢 Don't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绿色的女孩 而且这个颜色也特别特别的搭称我的肤色 同样是织帽 但是它跟那两个帽子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表面这一块有一点泛容的 所以视觉上你乍一看这种很暖和 非常适合在天比较冷的时候去戴的那种帽子 现在国内的南方应该是戴不了这个 如果是北方个位数的温度 或者是十几度的温度 戴这个帽子都比较合适 你们真的不要过分解读 真的是因为很喜欢绿色 没有任何的隐含的意思 如果说帽子是我的排位第一配饰品类 排位第二的绝对是发姑美跑 这款紫粉色的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应该大家都有看过 它上面是有一个小小的凸起 它讨巧的地方就是上面这个结戴上发姑之后 在视觉上就会把颅顶这块给它加高 会拉长这一段的比例 所以头的比例跟脸的比例就会被修饰得非常好 除了这个紫粉色的我还买了一个黑色的 款式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颜色有差别 然后材质上的话这个黑色会比那个粉色更亮一点 就偏断面的那种 那它戴上去会更妙 因为我的头发本来就是黑色的 所以戴上它之后呢 就不会显得说我的头上加了一个东西 在社交距离看过去呢 就好像这个颅顶本来就是我自己的 下面一个发姑呢也是黑色的 它上面是一个有做修饰的蝴蝶结 整体是比前面两个款式更宽一点 有这个蝴蝶结的话就会感觉整个人特别的柔美 比较可爱 因为疫情的原因我觉得尽量还是要避免长途飞行 现在呢我就把自己老老实实的憋在伦敦 因为这样反而相对更加安全一些 所以这次的视频分享就主要是我手边有限的这么多 希望还是能从一定程度上帮助到方眼的姐妹 还有跟我肤色比较相近的姐妹给你们一些参考 Hope you guys love today's video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Bye Bye